台湾彩券在今年元旦开年不久就宣布春节限定的2000元呱呱乐 19号再度宣布金牛年电脑型彩券加码 特别推出近4年最高的春节加码奖金新台币8.6亿 最受欢迎的大乐透将从2月9号到2月21号连续13天每天开奖 创史上连续开奖天数最长记录 希望民众天天都有机会抱走一元投奖 台台总经理蔡国基表示 由于COVID-19疫情 台湾民众今年春节期间应该都会留在国内 预估买气会相当不错 像是日前春节限定的2000元呱呱乐 经销商批货三天就全部批完 时间对春节买气相当有信心 我们今年也特别推出了很多百万以上的奖项 主要也是因为今年 因为国人大部分都留在国内 所以我们也预估这个买气应该会相当不错 特别是我们1月5号有推出了2000万的超级红包 经销商也非常有信心 在三天内就全部都批完了 至于过去最受民众欢迎的春节大红包奖项 今年将从2月9号起至2月13号 与大乐透每期各加开一组9个号码 民众只要对重6个号码就可以获得百万元 如果这段期间360组春节大红包奖项没有全部送出 之后每期仍将继续加开 直到奖金全部送出为止 泰采也统计过去4年大乐透春节加码百万大红包 共有2292位中奖人 其中13.7%的新运额是以包牌方式购买 开出的投注站也遍布全台 有7家投注站委连续4年开出 显见财神全台遍地开花 泰采也公布6款春节应景的呱呱乐 其中每张售价1000元的1000万型大运 有5个投奖1000万元 二奖100万元有150个 中奖各数是历年之冠 并首次推出三奖为20万元 加上GoGoro电动机车一部 这套我们电台记者 郑祥云 陈寗信红采访报导